你好 欢迎收看1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贵 耗资1亿690万元的花莲县消防局特种 搜救大队及吉安分的厅社 历经两年时间在22号举行的落成启用典礼 未来这个厅社可以提放十辆重型救灾车辆 还有三部救护车 也兼具训练场地 期盼可以提升特搜同仁战绩救灾能量 让乡亲可以获得更安全的守护及保障 在第一大队即花莲分队 高级救护队即光复分队厅社 以及瑞税分队厅社相继落成后 历经近两年时间 22日上午 花莲县消防局特种搜救大队即吉安分队厅社 也举行了落成启用典礼 耗资1亿0690万元 总楼地板面积为860坪 为地上四楼建屋设有18间套房 可容纳40名消防人员 花莲县经历我们的前瞻计划 我们的特别屋 特别屋从100坪 还是一般的资牌的 我们在这辆的部分 我们是一三千多万 这个有四部平均车 六部平均车 还有三部平均车 但是这个部位是三一三千多万 那这个包括我们今天这些地方 还有我们光路啦 人体啦 还有明年要 今天这个要落成的会税 差不多 明年 明年 明年一百三嘛 明年一百三要落成的 我们都会 明年 还有我们一个 灌足的一个新的产品 花莲要越来越安全 越来越安心 让国人能来花莲安心旅游 让大家能够移居花莲 我相信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特种搜救队 即吉安分队听设 外观设置硕大凤凰标志 及119LED标志 在数公里外 日夜都可清楚看见 希望藉由明显标志 提升周遭居民安全感 听设同时与高低训练塔共构 可提供特种搜救人员 我们郭山石要的这块地总共有923坪 来拨用了以后 我们编列了110690万元 来盖于这一栋听寿 那我们从107年开始争取 然后包括都市计划变更 都市计划变更以后 到位开始照表 今天终于落成 这一块我们的整个 我们这栋大楼的建植面 总共有860坪 860坪 就是职工我们的特殊大队 在这里使用 我们终于有一个特殊大队的家 我们以后 可以停10辆的重型的车辆 救灾车辆 可以10辆的重型救灾车辆 其次是 我们还可以停三部的救护车 因为我们的设备很多 所以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仓库 其次是除了我们的置地以外 我们这里也可以有信念的场所 我们上面可以让我们同仁 在这个弘度架设 纯手的架设上 都有一个信念的设施 可以直接在楼上 也可以来做信念的用途 我们发力线 除了有特殊队 我们的警销特殊队 有45人以外 我们另外还有65名的 益销特殊队 以后也都会 包括信念集结 都会在这个地方集结 而瑞瑟分队 将于下个月落成启用 封兵分队也渴望在今年完工 位在四八高地 刚动土的特殊基地 也预计能在明年完工 而未来要规划的 将是让水帘分队搬出水帘国小 持续保障宪明生命与财产安全 接着想帮瑛吉安商报导